我来咸阳 听说秦国只有太后和相邦 而没有秦王 当贵族势力开始抬头 秦国面临危机的时候 又一个世人挽救了秦国 这个人叫范居 先生 请教导寡人 请教导寡人 就没什么跟寡人说的吗 小臣听说相邦即将攻打齐国 大王知道吗 知道 秦齐不相邻 攻打齐国 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呢 对秦国没有任何好处 但对相邦却有大力 相邦可以借机扩大自己的封地 我在山东 听说齐国只有田文 而没有齐王 我来咸阳 听说秦国只有太后和相邦 而没有齐王 是 好大的坦赞 寡人无礼 吓着仙上 小臣不怕辱 也不惧死 只是担心大王的前途 从乡里到郡县 到处都是相邦的故旧 朝廷内外 又有哪个不是太后的亲信 大王孤身一人 身处陷境而不自知 小臣忧虑的是 如果大王不在了 那坐在王位上的 还是大王的子孙吗 先生 当为寡人课经 得到先生 寡人之大幸 最后一杯酒 喝完都走吧 好好活着 不许惹是生非 姐姐 此后 恐怕再也无法相见 母亲 母亲 以魏冉为首的寺柜 被驱逐出咸阳 宣太后幽进内宫 秦国战车 又回到了郑柜 公元前260年 白祁在长平之战中彻底打败了赵国 秦国从此再也没有对待 白旗之名 威震天下 邯丹久攻不下 大王坐卧不宁 寝食不安 我说过 邯丹不能攻 大王不听我的 我能有什么办法 大王有令 武安君即刻赶赴邯郸 领兵公诏 白旗久闭 你实在难以胜任 请相邦转告大王 武安君 这是违抗王呢 王的权威不能挑战 这是左臣的第一性 即使你是战神 白喜何德何能 竟敢不服王令 口出怨言 白喜何罪于天 竟然 弄得如此下仇 战国一世 士族战死者打两百多万 其中一半以上与白喜有关 秦朝王时期 秦国大规模扩张 统一天下 继承定局 功勋最大者 就是白喜 白喜死了 但威胁王权者如野草一般 还会顽强地滋生